有名潛水客在海底拆除這個巨型十字架 十字架底下是用廢輪胎石塊和鏈子固定住 潛水客廢了一番功夫 合力帶著十字架往上游 回到岸上 地點是在墾丁香蕉灣的海域 這個十字架先前是有民眾 自行拿著塑膠水管組合成十字架的樣子 私自放到海底 海底垃圾造成生態破壞 先前放這十字架的潛水客 有網友轉貼他的PO文 上面寫著誰說只有綠島十字架 墾丁香蕉灣也有 最重要的是有趣的朋友們 記得下面多放幾顆石頭 讓他持久 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要讓其他潛水客 來拍照遊玩 但是卻不知道這個行為已經觸法 可管處派人到香蕉灣的海底 確認十字架已經移除 但是還是會找出當事人開罰 這個行為可能會破壞海洋生態 潛水愛好者們要記得 千萬不能學 三連續院朱俊傑 何善峰 屏東報導